對 太高了 第二點 為什麼說一審 為什麼還要二審 我坦白講 一審二審有罪都不能證明是犯罪 因為我們現在所謂是無罪 無罪推定主義 就是說 你沒有三審定案進行 不敢說你有罪 其實說進行進行有可能犯罪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法令既然規定到三審 我們希望說回歸自然嘛 就是說 我們法令定得不要那麼寬鬆 但是執行要非常嚴格 就是說 到時候真的有罪 如果有罪 你就要貼銷這個主價 所以我希望說 不要說 特別會就是追證確鑿 這個高潔政治現金案就是無簽證證據 我給國會報告 哪會起訴 絕對有很多正義 只是說 我最愛說就是說 只是說 它這個政治現金 到後來以後我派去做罪 這個有沒有對價關係而已 就是說 當然是你給他賺二現金 給他賺多少錢 六月呢 甚至我工程給你做 可以說我給你做罪 如果有罪 就過程貪污 這個對價關係當然還要再查 一定要拿去具體示證 才可以說人家這個樣子 好 官員 對 那個紀委員很驚討衰 只要一直叫說 起訴不一定有罪 所以在整項受嚴 你要趕快改條 我在這裡可以預言 民進黨絕對不可能 因為這條件事去改認和內閨 第一個 不必改黨章 因為這個黨章沒有規定 第二個 也不必改連政條例 因為憲航庭已經講了 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這位委員的好心不是真的在關心社長頂 實在是希望民進黨脫下水 免得說 不能擔心 沒有人 你自己要把我們擔心 因為現在國民黨自己不正不改 是國民黨必須要改 國民黨決定要改 一定會改 他要改排那條款 社會觀感不好 另外就是明天要投票 國民黨現在農漁會法 你看他修正案之後 把農會總幹事 二審判決有罪就不能夠 就必須要解職 該都要三審定驗 社會觀感也不好 也就是說 國民黨在建國操作裡面 讓人家認為 他對青年這個嫁蛋是有所退縮 讓人這樣麻麻這樣顧 想要脫民的人下水 所以他在鼓勵說 為了社長頂要來改這個 所以我看我們看破腳踏 不要騙去 我們不需要去煩惱說 民進黨是不是應該要改 因為社長頂這樣說 我相信民進黨 不會為了這條事來改 絕對不會改 所以不用煩惱 所以你說民進黨不會為了謝長廷 來量身打造 或是說來改這個內規的部分 對 那紀委員剛剛有一件事情 他說馬英九絕對不會去質疑檢察官 馬英九被起手之後 一句政治迫害 將會衝出 這個委員記住比較壞 現在變成籌算 馬英九被起手那天會記家會 你給他聽幾篇 你給他聽幾篇 什麼台灣民主的黑暗一夜 他的電影是對 你都不記得 他都不記得了 你當初是起到這樣 最早也是起手藝 標識不換 但是現在就是社長頂 如果不去用起手 不然先煮一下以後 誰說 我給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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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免費 只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指說 羅檢察官他當時用那樣一個公文 還被一周刊披露 很具體 他講出這件事 他覺得充滿了政治操作 他怎麼可能為這樣的檢察官的操作來背書 第二 他是說 說人家給我團 我看那個團團 看那個團票也不知道要問哪一項 還以為說是要問特別費 換句話說 小重町 前禮拜請給人團 請給人團的時候 特徵處在團的時候 他自己連本人都不知道是誰 結果聯合報 頭版頭條跟這個二版 大篇幅在說內容 聯合報比當事人更知道內容 這絕對是承辦檢查單位給他露出去 所以我講十秒就好 所以他很具體 現場局在講檢察官操作的政治操作 特別舉這兩件事情做證據 這兩件事情做證據 這兩件事情做證據講出來的時候 市政確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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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羅檢查官說 這個最正確鑿 結果他說 他不需要為了檢查公信來背書 這個在什麼 我在反主為客 人家說公親必屬處 結果是怎樣 他今天小重町是屬處 屬處都必屬處公親 在處理檢察官的工作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稍微再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稍微再討論這個問題 尤其是每一次講到這個案子的問題 大家都會互相的攻防 那麼對於大部分的民眾來說 會不會覺得說 2008年是什麼樣一個情況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就是說 OK 兩個候選人好像都涉案 然後互相打這個口水大戰 會是這個樣的情況嗎 我們稍微回來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 美國人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